因为智力在我们中国 其实是知名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国家 我们都知道智力这边盛产红酒 然后盛产铜 然后这几年呢我们又 大家都特别向往品尝到智力的水果 车离子 当然我觉得对我们的写作的人来说 智力最大的影响 还是文学 从最早的列努达开始 伊萨贝尔阿联德 到最近几年的波拉尼奥 就是就在今年的元旦 我们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 在我们整个全中国的所有的电影院的元旦的时候上映 它的名字就来自波拉尼奥的一篇小说 世界上地球上所有的夜晚 其实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 我在中国做过很多很多的职业 我做过在邮局做营业员 然后在报社做过记者 然后做过秘书 然后做过跟数据打交道的统计员 也做过公务员等等 因为中国的现在的生活变化非常的大 然后每天我觉得都有非常丰富多彩的事情发生 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很想用一个写作者的方式来记录我作为所发生的一切 而不想仅仅成为一个小小的公务员 所以就是由于中国这种非常变化巨大的现实 使得我觉得我想找一个文学的方式来记录我所处的这个时代 所以说我是在年纪已经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到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才成为一个写作者 然后到现在我已经也写了有二十年的时间 然后这二十年我出了有二十本书 然后我是觉得我是和中国这二十年一起 随着它的变化然后我在写作 然后我觉得我很代表着 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写作者的一个成长的路径 因为中国是有一个特别古老历史的国家 所以我们在最早的文学影响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学 对我们影响特别大 但是随着八十年代开始 中国对外改革开放之后 就是我们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文学流派的影响 世界各地的文学大家 尤其也包括拉丁美洲 包括我们智利 就是很多很多的作家 其实都对我们这一代写作者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然后我觉得从我个人而言 原来我可能写乡村的 现实主义的古典和浪漫的 那是我写作早期的一个特点 但是后来随着更多的世界经典 对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影响 所以我现在受两个流派 我觉得跟我的写作气质比较契合 一个就是现代主义 就是更现代性一点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现实加上魔幻 因为我觉得如果纯粹谈魔幻呢 我觉得拉美的魔幻有它不可取代的那种特殊性 但是我们中国的这种有非常历史悠久的 现实主义的写作的一个传统 中国的现实主义加上这个魔幻的拉美的这个魔幻 我就加在一起它会形成一个 又现实又魔幻的一种写作方式 然后加上更多的现代性的表达手法 所以我可以这么讲 就是我是一个从现实主义开始出发的 但是吸收了或者借鉴了更多 现代主义和魔幻色彩的那种风格 我觉得那是我非常向往和追求 也正在这样写作的一种风格 其实小说说起来是虚构 但是我认为它里面的每一个虚构 其实都有一个真实的来自世界本身的影子 尤其像我早年因为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 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丰富的职业生涯当中真实发生的事件 对我这个虚构的这个灵感的源头有特别大的影响 比如我原来做记者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经常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和另外一个城市南京 这两段非常遥远的距离之间 有一列火车 火车的每天晚上运送大量大量的邮件 我那个时候在邮局工作 所以我就作为记者就采访这段夜间的火车 油车 然后我曾经有五六趟 就是通宵跟着这个邮车 这段经历它就成为了后来我写作的一个小说的源头 再比如说那时候我采访过邮差 这个邮差的特点就是能够把所有那些受件人地址不详的邮件 来找到这个可能在世界上很难寻找到的受件人 就这种采访也对我后来的写作 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灵感 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都很孤独 我们总是在寻找另外一个人 我们特别渴望有一个邮差 能够帮我们找到那个我们不知道它的名字 不知道它地址的那么一个一个知音 所以后来这种寻找无法寄出的信的这个主题 后来也成为了一个小说的一个写作的一个灵感 所以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如果早期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这种真实的生活的比例 它会成为你写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一个构成 但是那个百分之二十的虚构 是你才华的全部体现 如果全是百分之百真的 那大家就去看新闻好了 我觉得必须有这个百分之二十的 所谓作家特有的部分 才能够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优秀的文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